8K的时间也不慢了 我一点过来它就开始进行一个缓存了 速度是非常非常的快 所以说这个微频访问 奈飞也是没有问题的 哈喽大家好 我是杨欢恩来到我的视频频道 这几天很多小伙伴问我 有没有免费的手机微频 那么今天我给你们介绍两个 它同时支持4K 8K流畅播放 那我亲自测试过 跟付费的基本上没有什么区别 那我的频道每个都会在这里 更新关于网络赚钱 以及福利转件分享 如果你感兴趣的话 请记得订阅一下 那么我们废话不多说 Let's go 那么我依然用我的iPad 来给大家作为一个演示 首先我们要去到我们的App Store 进来之后 我们可以看到我的右上角 我现在是处于一个外区的ID 如果说你用的是中国大陆区的一个ID的话 你是不能够下载的 这个大家需要去注意一下 如果说你们不知道怎么去注册一个外区的苹果ID的话 你们可以点击我影片右上角 我已经给大家做了一期视频 大家可以去学习一下 然后去注册一个 因为我们中国大陆的手机号 就可以进行Google注册 也是非常的方便 那么我们在这里面需要输入一下 JUST 然后下面输入一个VPN 我们可以看到下面已经出来了 我们点击一下它 那么我们可以看见右边有一个JUST VPN 然后是一个绿色的图标打个勾 我们点进来看一下 大家一定要认准这个图标的一个标志 那么我们点击下载获取 点击一下 然后选择一个安装 稍微等待一下 它再进行一个安装 它大小的只有12.6兆 在这边我们可以看一下 虽然说它的语言界面显示的是英文的 但是我们完全不用去担心 接下来我就详细的教大家如何去操作 打开它 点进来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 它有一个眼睛的图标 我们不用去管它 点击下面的一个按钮 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看到 出现一个WiFi的标志 然后我们一般情况下是选择ALT 就是自动 或者是选择其他的地区 比如说你选择一下香港也是可以的 香港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 因为香港离我们最近嘛 所以说我们就选择一下香港来测试一下 那么选择好之后 我们点击中间的一个按钮 然后允许 这个时候我们输入一下我们的iPad密码 这个时候它给你跳到一个广告 然后我们把它广告关掉就行了 显示现在已经是连接成功了 我们来返回测试一下 打开我们的YouTuber 我们可以看到网速是非常非常的快的 刷新封面图都是很快秒出 那么我们现在来测试一下它的速度 搜索一下10K吧 我们选择一下知识共享 避免一个版权限制 然后我们往上找一个 点击播放 点进来它就已经开始播放了 暂停一下 我们可以看到它下面的缓冲条也在进行一个缓冲 那么我们现在来进行一个拖动 速度也是非常的快的 给大家稍微放一下 速度还是很快的 那所以说4K是完全没问题的 我们现在来测试一下8K 在下面收索一下8K 同样的我们来权责一下知识共享在这里 就点击第一个吧 就可以看到已经开始播放了 8K的时间也不慢了 我一点过来它就开始进行一个缓冲了 速度是非常非常的快 那么我们现在返回一下 再测试一下IG 基本上IG一进来就是秒放了 运行IG是完全没问题的 这个速度 那么我们返回 我们来看看奈飞它是不是能够进行一个支持 那么我们点进来看一下 看看奈飞能不能够显示出来 好的 我们可以看到它是成功的进入了一个奈飞的界面 但是呢 因为我没有奈飞的账号 所以说不能进行一个观看 只要有账号的话 是完全可以进行一个观看的 所以说这个VPN访问奈飞也是没有问题的 而且它的速度还是非常的快的 那么我们现在返回一下 再测试一下第二个 同样的打开APPSTOP 返回一下 我们在这里面输入BEST 然后空格 VPN 先进行回车 在这里我先把刚才的VPN关掉 那么当我们回到这个界面之后我们来找一下它 我们可以看到在这里我点进来 我们可以看到在这里我点进来 它的全程其实是这样的一个VPN 但是我刚才是用的另一个搜索方法来进行一个下载的 我们一定要认准它的一个图标 它是一把钥匙 然后钥匙可是朝下面的 我们来进行一个下载 好的下载完成 我们来打开它 现在就是一个盾牌 我们点击下面的一个按钮 再点击一下 这个界面就是说让你去进行一个付费升级 但是我们不用去管它点击右上角插掉 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看到中间有一个盾牌的标志 这个标志就是说我们点击一下就可以进行一个连接 我们点击上面的一个国旗 这里点进来看一下它的一个基点 这里面有很多的国家 我们自己可以进来一个选择 你就默认吧 点击一下中间的一个盾牌 然后点击一下这里 点击允许 输入一下密码 正在连接 稍微等待一下 好的 我们可以看到现在已经连接成功了 那么现在我们来进一个测试 好的 现在我们来看一下它支不支持一下奈飞 因为刚才第一个VPN已经是支持奈飞的 这个是毫无疑问的 那么我们现在来点击一下它 点击奈飞 稍微等待一下 我们可以看到它是完全能够支持奈飞的 都是没有问题的 只是说我们没有一个账号 如果说你有奈飞的账号 登录就可以直接进行一个观看了 这个也是非常的nice的 好的 我们返回一下 那么我们现在再来测试一下IG 我们打开一下IG 刷新一下 它的速度也是非常的快的 也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好的 现在我们来到第三个阶段 测试一下YouTube 稍微等待一下它加载 好的 现在已经加载出来了 它的一个速度 我觉得应该还算可以了 还是挺快的 加载一个方便的效果 那么我们来测试一下 4K 我们现在来找一个影片看一看 找一个这个摩托车的吧 我们打开它 现在就已经开始播放了 拖动一下 速度也是可以的 也是挺快的 再来测试一下8K 看来今天这两个微频的效果 还是很不错的 同样的进行一个设置 看看8K这个微频能不能够运行 速度也快啊 现在已经开始播放了 看见没有 拖动一下 基本上就可以做到一个表放 速度还是非常的快 那么对大部分人来说 这两个微频是完全完全够用的 因为很多人看视频 都是一个1080来进行观看 我给大家测试的是4K和8K 所以说在1080的情况下 是完全没有任何问题的 何况还是在4K 8K都能正常运行的 对不对 那么如果你觉得今天的影片 对你有所帮助的话 记得给我点个赞 关注一下 这样你才不会说过每一期影片 那我会持续在这里更新 关于网络中的钱 以及福利软件分享 希望今天分享的两个微频 能够帮助到屏幕前的你 后续我会持续更新更多的内容 那如果你觉得本期影片 对你有所帮助的话 记得点个赞 订阅一下 我会每次在这里 更新关于网络中的钱 以及福利软件分享 那么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